当窄窄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窄窄下班中 昂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窄窄下班中 我是大酸梅 嘿嘿嘿嘿嘿 我是啪啪熊 咳咳咳 我是嘿嘿嘿嘿嘿 是五个你只有三个咳 是不是很不合群 然后说不合群 然后诶诶诶诶 赶快扶两个 好烂哦 我还以为你就说你故意要跟我赢讲 然后只讲两个 连五个都不要 原来是要加起来哦 天啊 我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好好的跟你沟通 呵呵呵 好的 各位听友 对我们今天大家看漫画了吧 今天是我们的顾小孩真男的第三部作品 那么延续着我们上一次的恐怖片 玉额天使 我们今天又要来讲 好啦我个人没有觉得这部是恐怖片 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这部作品还是蛮 蛮悲伤的 而且描述了某一些 算也不算情境 好啦有情境 就是有很多无奈的地方 就是在照顾小孩上面有很多无奈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作品 就是37.5度C的泪 那其实我还是觉得他有美化了 尤其是主角遇到的事情 是有受过美化的 没错 不然你看看他的同事 小慧 啊 而且我在看那个第二集的后继的时候 就有出现 欸不是第二集 第三集的后继 就有画那个 嗯 其他的职员的那个角色设定 就有写到小慧的标注是 老公外遇没有小孩 欸这完全没有出在这作品里面 对啊对啊 就是等一下你们这个后面是不是补充太多 但是漫画家好像也是会这样 因为跟主轴剧情没关 所以他们画的很多设定 画不进去 他们想的很多设定 对不会硬是被塞在这个故事当中 而且其实这一部原本只有三集 然后好像后来才开始继续连载 所以我猜啦 因为我就一路就发现说 这整部居然有二十四集 然后我就看那个封面图这样 一路往下看 我就想说 哦后面出现那个是小慧吗 如果是小慧的话 那感觉他这个故事的设 这个角色的设定不是只有这八个字 应该还有更多 嗯嗯嗯嗯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对的就是 我们下一部作品放课后的病例表 反正之前说过了 所以我也不怕在这里先剧透了 那么放课后的病例表 跟三十七点五度C的类 他们基本上都有十多集以上的篇幅 但很可惜的是台湾 没错 但是这不是东东大哥 这一部是长红 那么就是这两部作品呢 他们在台湾一部只有两集 那我们今天的三十七点五度C的类 在台湾只有三集 但是我记得这一部好像又拍成电视 有的 所以想看后面只能靠电视剧了 咦 但是又可能又会有被 改变的状况 对 而且改变可能会有各种 类型的改变的状况 大家知道的 就是发生了一些很悲伤的事情 所以三十七点五度C的类 先不管他的电视剧如何 我是还没有看啦 但是我看了漫画 我自己个人虽然 其实他蛮微妙的 我没有很喜欢主角 我也没有很喜欢主角身边的男人们 或者是一些同事们 但是我个人蛮喜欢这个题材的 对啊 我自己就很喜欢这个题材以外 然后看我也很喜欢那种 就是会有各式各样 形形色色的人跟孩子们 然后主角如何跟他们应对 照顾他们的各种故事 那同时因为照顾小孩 通常都会牵扯到家庭 所以就会带出各式各样家庭的形式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 很悲伤 但是也可以感受到幸福的一种 题材跟存在啦 我自己个人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感觉 你就会看到各种家长 也是很让人感动 所以 哦 惨了 我们还没有解释 为什么要叫三十七点五度C的类 我们来请啪啪熊解释一下 哦 因为超过三十七点五度C的话 就不能送去保育员 会被退货 就家长只能把他借回家 但是如果是双薪家庭 就是夫妻都需要工作 或者是单亲家庭的话 就是你是 除了是自己是主要照顾者 你也是主要的工作的薪水来源的话 你没有办法在家 一直请家 而且你一直请家 还会被同事或主管 就是 所以他们就有这种叫做病儿保育室 然后他们里面有提到说病儿保育室 有分机构型跟派遣型 然后主角呆的这个工作 主角呆的这个公司是派遣型的 所以他们会去申请病儿保育室的家庭的家里面 去照顾小孩 所以就叫做三十七点五度C的类 但我记得台湾好像没有这种 是不是没有这种 保育室啊 病儿保育室还是有 台湾可能没有就是 没有病儿保育室 但是可能就会托给保姆吧 我在猜 但是就不能去幼儿园这件事情 好像基本上是一样的 因为真的很怕群聚感染啊 尤其大家知道 有很多 有很多病毒 或者有很多细菌感染 其实都是借由接触感染 然后或者是你知道就是飞沫 飞沫传染 所以如果你知道小孩子不是都会一起玩吗 那么就会整个育儿园就变成 毒窟 就是 对 毒窟 对 开始养骨 没有啦 没有没有那么可怕 没有那么可怕 只是大家就会全部的人都一起生病过一轮 然后包含那个老师也一起生病这样 那说不定整个育儿园可以一起生病你知道吗 他们好像就是比方说什么肠病毒或什么流感 只要有一个中了整班停课啊 对对对 所以其实不是你小孩子生病就会被停课哦 是你那个班的同学只要有人中了 就 所以我之前也有一些同事就很崩溃啊 就是小朋友小的时候真的很容易生病 然后有时候甚至不是你的小朋友生病 是同班同学生病 你也还是得要去派人去把小朋友接回家 各式各样辛苦的状况 所以就是日本就会有这个工作 就来提供所谓的病儿 有发烧超过37.5度C的儿童 一些就是在家里的看护 那也主角就是叫做小桃嘛 对小桃 那他就是一个担任这样 他就是一个听说就是会笑得很奇怪 所以没有办法去所谓的育儿园 就是像我们类似说的幼儿园的地方当个保育室 但是他因此就是来到了这个机构 当了一个派遣型的病儿保育室 那就决定在各个家庭里面照顾小孩 那所以你在这里面 第一个我觉得重点是你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小孩子的 会生病的状态 或者是生病之后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形 像例如说小孩子烧太高的时候 会有那个热性静暖 这件事情 其实如果是第一次碰到的父母亲 一定会非常非常紧张 因为那个状况真的会看起来非常的可怕 但是最重要的是真的还是要做出好的反应 就是大家如果有去看漫画的话 然后或者是有对相关的主题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一下相关的资料 但是那个热性静暖你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小孩的时候 尤其会看到那个发 有时候会看到发干情形的时候是真的会吓到的 当然也除了这个热性静暖以外 还有很多尤其跟家庭有关的情形 包括主角他自己 他自己的家庭也都是有一点问题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在照顾小孩的时候 尤其医疗或者是照顾上面 在照顾小孩的时候 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他们不是只要顾物理上就好了 物理上以外 他们同时要注重小孩子的发展心理 然后同时还要再注重这个小孩他的家庭背景 我觉得小孩照顾起来真的很难 其实我一直看到第三集 都没有看到我内心很想问的问题 就是的解答 就是第一个 这个申请一次多少钱 第二个 这个职业多少钱 就 不要问 我真的超级好奇的 因为我就觉得说 我有时候看到这种 我就会想到那个 之前那个看护工向前冲啊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感觉也是 如果不是像那个主角一样 充满热忱 那个低薪真的是 会让人做不下去吧 待会我在想照顾小孩 应该薪水有高一点吗 毕竟现在小孩 小孩是宝啊 就是应该会稍微高一点 我不知道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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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因为 因为这部作品的重点 倒不是在讲 病儿保育室本身的职业环境 对 他的重点其实还是在 虽然都会在讲病儿保育室 但是他的重点不是在他们的职场 不会像看护工向前冲 他们的重点其实是放在看护 然后跟长照体系 那么37.5度C的类 其实重点都还是在孩子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跟怎么样解决 所以就没有去提到他们的 待遇的部分的确会有一点可惜 但是说不定 说不定其实后面的集数会提到 只是我们还看不到 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 可能啦可能啦我不确定 那么这个漫画家叫做追鸣千花 相对很多漫画家来说 其实这个漫画家真的不是我的菜 无论是他画的少女漫画 还是他的各种作品 都不是我的菜 但是刚好他画了这部37.5度C的类 光是题材就是我的菜 所以我倒是还能够接受 不然我还真是有点受不了 那个女主角跟旁边那个不知道到底 算不算男主角的家伙 就是 我跟你说 我可以直接剧透吗 因为我看到后面的那个封面图 我大概可以知道他们后面 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第三集的后面应该 应该也知道了 我只是 因为先整理了封面图 所以我看到第一集的时候 我就有点震惊 想说 哈 就他结婚了 那你 那你 那你到底怎么跟这个人在一起 一定要谈恋爱吗 不是我要说 虽然我们之前那个天生妙手 不是里面也是一大堆医疗人员在谈恋爱 我也很想吐吵啦 但是就 就是日本人们到底是有多喜欢谈恋爱 他如果可以像幼稚圆 Wars那样子的谈恋爱的方式 我倒是可以啦 呵呵 幼稚圆 Wars那个根本就不让人谈恋爱好不好 那部作品没有打算要让人谈恋爱 如果他 少有三个字 幼稚圆 但是他跟幼稚圆完全没有什么关系 呵呵 超坏 好 这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啦 但是那部作品没有打算让人谈恋爱 我希望这部作品也可以做到 不要让人家谈恋爱 但来不及他已经完结了 好啦 我自己个人是 我没有办法 就放课后的并率表 他是今年要上电视剧 我不知道会不会因此出后面 嗯 但我可以确定的是 目前这部37.5度C的类 他这电视剧也拍完了 嗯 感觉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后续跟 你知道就是名声 所以应该是不会再出后续了 八 GG 八 八 对嘿 好啦 我不知道 我只希望 我还是蛮想看看后面的其他类型 就是其他各种不同不同家庭的故事 女主角的爱情故事我就再看看 那么总之蛮推荐给大家这部作品 就是因为它其实也蛮短的 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说 但是我觉得重点还是在 我觉得里面真的尤其啦 尤其在看这样子跟顾小孩相关的 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单亲这件事情 但是我绝对不是要说我认为单亲的家庭 无法得到幸福 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来自于单亲家庭 那我小时候我的父亲也是长时间在外地工作 所以我们也算是个未单亲家庭 但是我认为可以把孩子顾好 这件事情对单亲来说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 因为他的时间是没有办法调整的 就像刚刚啪啪熊说的 如果一旦整个全班停课 那就变成说是家长要把小孩接回来 或者是要找人去接回来 如果假设你今天你是私奔的人 然后或者是你没有后援的人 你是搬到国外的人 或者是你就已经跟 你就是会经历家暴的人 那你要怎么办 真的是很辛苦欸 没有人可以帮忙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单亲中特别辛苦的地方 所以在故事中其实在这样子跟小孩相关的故事中 有不少会提到单亲的部分 所以我看了我都觉得很辛苦 而且刚刚酸梅提到那个未单亲 在里面的好像第一集的第三话吧 好像作者有在后继讲说 那其实是也是有一点在画他自己真实的心境 所以他其实画的也是蛮难过的 我有觉得看那一话的时候是蛮写实的感觉 就是当你就是被求婚的时候 你也那时候想的很单纯 就是 哦那我结婚之后还要兼顾我的工作 无论我有没有生小孩 但小孩生了 对 然后你就会想说 奇怪怎么好像小孩怎么都是我一个人在带 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是 啊我会就可能又没有到很多 因为我认识的朋友有结婚生小孩不多 但是就偶尔听个一两个例子 就会觉得说 啊好哦 先生会不会帮忙真的是 这个就碰运气吗 真的就是要讨论生小孩的时候 然后我真的觉得需要给尤其是男性 我要先说好真的不是性别歧视 是这整个环境下 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在一个社会的脉络之下 有很多男性是不会做事情的 我说不是他们不会做 我说的是他们在那个当下不会想到要去做 但是因为也同样的在整个社会跟气氛文化的养育之下 所以女性会比较知道这个时候要做什么 最后就会变成说男性会觉得说 反正我也不知道那你知道的那你去做啊 会有点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然后有时候就还会说 啊你又没有跟我说我要做 我不是不会做 我可以做你要讲 然后女生在这一方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都要我讲 为什么每次都要我讲 之类的 这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 我觉得这样讲是真的很不负责任的事情 因为养小孩这件事情如果假设父母亲都是在 都是在一个 哦那为什么你不说 或者是就是为什么要我发现 为什么我都就是另外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主动发现这件事 其实会主动发现一件事情或是小孩状况 也大多都是 也都是因为被这个环境养成 就是要顾一下这个状态 哦这样也会难描述 但是总之我觉得相对来说的确 我自己身边我听到的女性朋友结婚生小孩的 让我感受到的还是偏向于男性会觉得不知道要做什么 跟他也没有主动去关系 我跟你说这件事超简单的 你就说男性们如果你在听这一集节目 然后有生小孩的 然后总觉得跟老婆有争吵的 我跟你说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 大概每过几个小时 然后去问一下有没有事情是我可以做的 或者是我应该要做的 然后我忽略了 然后我很抱歉 你就主动去问 然后多问几次 然后多做几次 其实就熟了 就会知道大概要做什么 就不用一直问 其实这就让我想到 我们之前讲那个物缩式推理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看第一集 看主角怎么跟那个 那个新婚的刑警菜鸟 听他怎么跟他分析说 你家的夫妻关系 跟你的价值观 是不是有一点要调整的地方 对啊 我觉得那里面真的说的很好欸 他就会他们 他也很直接的就说 哦你只认为说垃圾就只是把垃圾袋拿出去丢掉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就是很简单 因为那个刑警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他也很自然的 因为老婆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 所以当然老婆会很不爽的 就会觉得说你根本就没有在帮忙 就是没有帮忙这些事情 但是现在又开始要检讨什么伴侣关系 然后家庭关系 但是其实没有啦 重点就只是在 如果今天你们真的想养小孩 就是一定要提认到 这个责任绝对是平等 要去分担的 他跟谁赚的多谁赚的少 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要主动 要主动的去询问 我们有一些人像我老实说 我也是那种天生很不容易 catch到人家天线的人 所以我其实最后就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我会主动问 就是请问有没有需要我可以做的事情 或者是有没有我该做的事情 然后我可能我忽略了 所以这老实说我就是那个死亿男的代表 对耶 酸美讲这个话非常有说服力 就像去逛街 酸美也会默默的融入男友区 诶 你不要这样子 我虽然融入男友区 但是我在怎么样 我在那个当下 我是会主动的帮我的女性朋友们提 提各种刷拼带 而且还有办法给一些选衣服的建议 那我没有用的建议 就是诶 至少你有回啊 不会让人家说什么 都随便讲 或是你根本就没有在看 对 但是后来你知道就是 逛久了我也好累 我就不爱逛街 好啦好啦 但是没关系啊 跟朋友出去还是好玩的 就是还是开心的 但是就是说去shopping是很简单的 我老实说 但是如果要照顾小孩这件事情 我自己个人心理上和身体上是都经历过 我觉得照顾小孩这件事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而且我还不是主要照顾者 所以我觉得小孩真的是 牵走 很想 有时候小孩真的 你知道小孩可爱就真的可爱 但不可爱是真的很多不可爱的个性 我没有办法保持着我的 抱着我的良心 然后说啊小孩都是可爱的 我没有办法 讲小孩真的很难 但是 好啦小孩有不同的个性 然后看他们长大多少会有点欣慰之感 会觉得啊时光飞尸 但还是小孩是很简单 还是很想打他们 这件事情倒是没有改变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37.5度C的累就大概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的那一部作品叫做放科后的病例表 就大概是幼儿园长大之后到了小学 主角是在小学里面当校医的故事 所以我们这个月的顾小孩争男系列是借由时间 就是小孩的年纪 对 放科后保健是小孩的年纪 也算啊 某种程度上算 对对对 勉强勉强插边有算 好的 那么接下来会到10月就会是我们 是我设的叫做养小孩争男的系列 希望大家也喜欢 那么爸爸兄有其他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 我好想看后面哦 我也好想看后面哦 放科后的病例表我也好想看后面哦 好啦 希望在我们都推出这么不有名的作品之下 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作品 那也许有那么一咪咪的可能让人家知道 真的有人在看这部作品 这样吧 对 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 那么大家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工作 小舟 上班了 边点 上班 terminar